郑中基绝对是陈奕迅最怕的歌手 当年郑中基一开嗓差点把陈奕迅逼退乐坛 2005年在十大竞歌的颁奖典礼上 陈奕迅原以为自己可以平静 写给梅艳芳的晚歌掌户冠军时 殊不知郑中基的突然杀出 却给了陈奕迅一击重磅炸弹 这年刚刚靠选秀出道的陈奕迅 原以为自己能在张学友的带领下杀象歌神 但令陈奕迅万万没想到的是 郑中基带着一首原创彻底掀翻了整个岗院 毕竟郑中基的那首无赖的确很无赖 后来也有人曾说这首歌 是郑中基特意为杨谦华尔创作 其实这些都是虚假的 最初当郑中基刚拿到这首歌时 郑中基却早已气愤不已 他以为原创者李军一是故意嘲讽他 因为在这首歌中写全都是他自己的意思 之后当作者说出无赖写的全都是自己的意思 郑中基才慢慢接受这首歌 世间无赖多了去了并不差为了 长大 自然接触的人都是张学友咖位 而在张学友的带领下郑中基逐渐练上音乐 直到1995年是郑中基转折性的一名 当时张学友在录音棚录制新歌 郑中基却是逐渐沉浸在唱歌 并未发现此时已经来了人 当周志平听到郑中基的solo时 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随之在一年过后郑中基电影歌手身份出来 但是令整个乐坛都没有想到的是 郑中基的首张专辑就邀请了张学友来助阵 爱虽然已不可思绑 装作不在意的你 如何面对 郑中基凭啥敢让张宇退避 他改编成自己的歌 如果郑中基和张宇同唱一首歌 你感觉谁的唱功更强呢 1996年是郑中基转折性的一年 这年郑中基在张学友的帮助下 便推出了首张专辑左右为难 其中的你的眼泪背叛了人心 更是接连霸榜哥大榜单13中 随着这张专辑的发现 郑中基也被誉为是下一代的歌神接班人 直到1998年张学友带着郑中基杀疯了 这年张学友携手许志安和郑中基 合唱的甲乙笔丁彻底给了乐坛一记炸弹 四年郑中基和陈惠玲合作的制作浪漫